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由新拉丁区之称的巴黎第13区演讲码头水庄与水庸设计城 由法国三大著名媒体世界报、影视博览杂志和国际信实杂志主办的第七届法国高等专业学院展 于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在这举行 法国高等学院展示所有向往法国著名精英教育体制的学生和家长们 不可错过的一次现成资深交流机会 它不仅是法国的高中毕业班、高等专业学院预科班 或综合大学本科二年级和已拥有学士随位的优秀大学生 我们获取有关如何进入这类学校的信息的最好去处 而且也是为孩子前途担忧的家长们了解高等专业学院提出详细情况的最佳场所 今年共有150多所涵盖商业管理、传播交流、工程管理、计算机信息等领域的法国高等专业学院 参加了这一展规则 市展台为参观者介绍他们的高等专业学院招牌课程 Bachelors学课课程 Bad US4四年高等教育水平课程等 各种课程设置 入学录取途径 以及毕业后的出路等人人关心的信息 法国几乎所有的最著名的商学管理学院都参加了这一会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信 电子 航空 航天 计算机以及网络 数码技术等学科领域的许多著名工程师学院也在这一届高等专业学院展中是有展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高等专业学院展中 访问者不仅可以在各学校的展台上直接了解问讯与学校有关的各种问题并索取资料 而且还可以聆听由法国世界报教育版记者主讲的不同主题的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行共存的五年制高等教育系统 相当于硕士研究生院 法国每年约有14%大学生 也计大约32万人在这一类学校接受法国特有的精英教育 谢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